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提起任佳伦,很多人都能自然而然地随口说出他的一两个角色 甚至是全部的角色 作为一名演员,他的确成功塑造过很多角色形象 也给观众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最初和大家见面的大唐荣耀礼处 到蓝艳突击李西城 任佳伦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大家去展现不同角色的魅力 刚刚刷到任佳伦出道这几年的成绩 忽然间发现,原来我们认识的任佳伦 已经不再是一个小男孩 而是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演员了 代表做出了大唐荣耀锦衣之下周生如故等等作品之外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影视剧作品 但除了是一位优秀的演员之外 他还是一名歌手 2021年生日之际发布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32例 销量一度比专业歌手还要优秀 但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的 不是演员任佳伦 也不是歌手任佳伦 而是任佳伦本人 任佳伦其实是从2014年就回国开始参与影视剧的拍摄了 并且首部戏通天敌人节礼 他就当刚主演了男主角 对于所有的新人演员而言 这都算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但是任佳伦的命运似乎注定是多喘不平的 因为种种原因 他的第一部电视剧并没有顺利播出 沉寂 愣愣 刚刚被推上巅峰 还来不及等到属于自己的掌声和喝彩 他就不得已开始为了生存跑上了龙套 那一年 任佳伦25岁 本该是偶像剧男主正当红的年纪 他却必须为了生活去到处追剧组 或许是倾倒男儿的坚持与执着 或许是父亲从小的严格教导 让他养成了不畏艰难的性子 无数次的碰壁 无数次的被嘲讽 他都没有低头 依然坚持自己的梦想 在这个圈子里努力生存着 2017年大火的大唐荣耀本该是他大火的起点 然而因为他自爆婚恋情况 又被网友们抛弃了 那一年 他28岁 眼看着属于自己的机会一次次被错过 任佳伦其实并不好过 在日后的采访里 他曾提到过那两段日子 他的艰辛 不只是身体的折磨 可是内心的忐忑 怕自己随时被抛弃 也怕自己再没有机会能接到新的剧 所以他拼命努力 每一个角色都用心揣摩 极致演绎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设身处地 也没有真正的换位思考 所以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到他在 那样的日子里是怎样煎熬着挺过来的 但一次次的命运起伏 一次次黎明前被打回黑夜里 人总是会痛苦 会绝望的 多少人经历过一次的挫折之后 就一蹶不振 而他 每次都能站起来 以最好的姿态去迎接下一次的机会和挑战 不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我们的确不曾经历过人家伦的苦 也没有一次次被网爆到无法入眠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人家伦去原谅 去忘记 不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经历过 更是因为这个本该不需要这么温柔的人 他仍旧温柔 善良地回馈这个世界所有的善与恶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面对他的粉丝 他的家人 任嘉伦永远是温和的 哪怕是累到极致 他也依然会抱以最纯真的笑意 总有人喜欢非议别人 眼红于任嘉伦的成绩 也有人私下劝过我 不要再夸任嘉伦 容易招来别人的嫉妒 但我觉得我只是说了实话 也是在向所有人去宣导一种正能量 世人都会跌倒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跌倒之后还能站起来 并且站得这么漂亮 我们不应该怕被嫉妒而避讳对他优秀的认可 反而应该光明正大告诉所有人 任嘉伦的确优秀 而且他的优秀经得起任何人的考证 乘入最近一段时间 总有粉丝担心蓝眼突击的播放量 收视率的问题 但是对我而言 任嘉伦的蓝眼突击非常成功 塑造了消防员李希成积极勇敢的一面 是新时代下青年最该有的姿态 果敢 责任 无畏 进去 每一样都是李希成 每一样又都是任嘉伦 我们真正该学习的 是他们身上优秀的闪光点 去放大他们身上那些令人仰望的优点 而不是一直抓着某一个缺点不放 甚至因为一个小小的缺点去贬低 去损毁 金无足斥 人无完人 但这样的人嘉伦在我的眼里 就已经是一个完人了 我愿意去挖掘他身上的优点 向他学习坚韧 善良 纯粹的优秀品质 我相信也会有更多人像我一样 看到他最完美的一面 真正向上靠拢 让自己也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